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滴滴被罚80亿元 聊聊滴滴被罚这个事 滴滴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查了将近一年 应该在去年6月份 他是在国家信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之后 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去纳斯达克山市了 或者叫不顾劝阻 总之这个说法不一样 总之是在没有得到有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跑到纳斯达克山市了 结果就铁拳应声而到 这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派检察组入住滴滴开始审查 然后滴滴就不能发展新用户了 只能为老用户服务 然后滴滴的APP从各大平台下架 从那个时候开始 滴滴实际就是生死在一线之间 滴滴面临的是生和死的问题 而不是大和小 赚钱不赚钱盈利不盈利的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 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对滴滴这个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依法做出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的决定 罚款80亿元 这对滴滴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重大利好啊我可以肯定啊 昨天晚上滴滴的相关高管以及滴滴的众多投资人呢 谈官相庆估计是开香槟开茅台 予以庆祝 这个不夸张的说啊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对一个互联网公司来说 尤其是平台滴滴这样的垄断性的平台 罚他80亿 那叫罚酒三杯 叫重拿轻饭 实际上就是放他一码 花钱消灾 罚80亿实际上不多啊 为什么说不多呢 前面阿里发过180亿 后面美团发过四五十亿 那美团赚钱不容易啊 大家也知道美团那个钱 都是从那个外卖小哥身上 一毛一毛的抠出来的 美团又不赚钱 现在还是亏损的 罚他40亿 你看美团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森龙活虎 阿里呢没有任何问题啊 没有受这个180亿发款 阿里就不行了 对吧 阿里现在好不好 跟那180亿发款没有关系 他是受自身业务的影响 好坏起起伏伏 所以说滴滴发80亿人民币啊 实际上就是放他一码 叫马照跑 舞照跳 一切照旧 那从滴滴公司来说呢 刚才说的是重大利好 滴滴在这一年里面 相当于把手脚给他捆住了 不准他发展新用户 滴滴应该在这个互联网交车平台里面 他的份额大概70%吧 这个我具体我不知道啊 我没太多去研究他 那么剩下的30%啊 都是那些什么 曹操出行啊 高德打车啊 反正都是一些小的互联网平台 我一直给大家讲 互联网公司啊 他是赢家通吃 一般都是一家多大 就是一个模式啊 他只有一个巨无霸 剩下的都是边边角角的 啃一些这个边缘的业务 那滴滴这一年里面 不准他发展新用户 他的APP全部下架 就这种情况下 这个原来排第二的 第三的 比如说美团吧 美团打车 也没能成人之危啊 说自己变成老大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呢 一个是美团没钱 就是滴滴啊 几个亿的用户 这么大的市场规模 滴滴是拿真金白银 烧出来的 多少个八十亿啊 那你美团想抢这个老大的位置 对不起 也得掏这么多钱出来 去买用户 去烧用户 培养用户的习惯 然后还得培养这个 滴滴司机的习惯 但是美团没钱 美团是最想做这个 互联网交车这个业务的 他也很想跟滴滴PK 但是呢 还是多线作战的 对吧 他的板块太多 都不赚钱 四处的漏风啊 所以他趁机啊 在这个互联网交车平台上面 发力 但是也不愿意多偷钱 他也担心这个钱投下去啊 可能打了水漂 因为对滴滴来说 有可能要放虎归山 那对美团来说呢 如果滴滴被宰了 那美团这个平台 也是岌岌可危的 哪天找个理由 把他也干了 所以资本害怕呀 所以资本是两难的 就是说我抢这个市场吧 对吧 我赌美团回不来了 美团就要倒闭了 那我即便把这个市场 抢到手了 花钱抢到手 我也是坠坠不安的 睡不着的 因为哪一天 我也跟滴滴是一样的下场 随时会倒霉 会over 你不抢吧 你看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称人之威的 不合适了一点 这个滴滴 双手双脚被绑住了 你还不抢他的市场份额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美团也抢了 但是呢 好像也没有持太大的力 主要是没钱 也不想投入 这个瞻前顾后 连美团都这样 其他的平台就不值一提了 什么曹操出行啊 高德啊 还有什么 那些汽车厂商啊 几个汽车厂商 传到一起 搞到一个平台 那就更没办法 跟这互联网平台去比了 因为它不是这种业务逻辑啊 它是不会拿钱出来烧的 拿钱补贴的 所以滴滴现在可以这么说 叫王者贵来 抢了滴滴份额的 抢了滴滴用户的 抢了滴滴市场的 现在都得还回来 这个一点都不是吹嘘的 从这一年的数据 你就看出来了 滴滴全部下架 它的市场份额也没少多少 肯定少了 没少多少 而且很快就要收复失地 那你说大家想一想 这对滴滴是不是个利好 天大的利好 80亿小意思啊 滴滴有多少用户啊 我不知道啊 大概四五亿有吧 一个用户20块钱 那就相当说 它又花了20块钱 又重烧了一遍 多大点事啊 关键是它这个业务模式 国家认可了 国家罚了它 对吧 相当于帮它整改了 哎 医生的毛病啊 给你改好了 80亿交了 对不对 病也治好了 那我现在是健康的 我现在只要把以前 你网姓班说的那些毛病 我都规避掉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快马加鞭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 对滴滴是个重大利好 滴滴最害怕的是什么 害怕的是吊销执照 网姓班直接给他一直通知 关门 那才就完蛋 所以说 我在我的会员节目里面 在滴滴跌到一块钱的时候 我让会员赶紧买滴滴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买了 如果你买了 持有到现在 那几倍啊 十倍是要赚的 接下来滴滴肯定是要在香港上市的 或者其他的资本市场 A股比较难 他回不到A股 但是他一定会上市 要么在香港 甚至有可能啊 在纳斯特克上市 这就是有可能的 我为什么推荐滴滴呢 是因为啊 像这种互联网平台 它的垄断地位一旦形成 别人很难撼动 要么就是他自己自取灭亡 要么呢 就国家强制的把它取缔掉 这竞争这时候很难去撼动 所以说像滴滴这种公司 它就是一个优质的公司 属于优质资产 所以它跌到一块钱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大胆的去买 它未来股价至少在十块以上 刚才说了那么多啊 都是滴滴的投资人 包括滴滴的散户 买股票的 或者滴滴的机构投资者 对他们来说都是利好 免得他们的这个 持有的这个市值啊 清零 那对滴滴的员工来说呢 这未必是个好消息了 所以滴滴啊 接下来要过紧日子苦日子 该裁员裁员 该受生受生 该减薪减薪 那对我们这种用户来说 消费者来说呢 这个其实有很多说到的 我也看了一下 国家互联网这个办公室啊 对滴滴的这个处罚的内容 反正有十几处违规啊 关键的啊 关键的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它没披露 咱们也不知道 什么地方涉及了国家安全 所以它披露的主要是 涉及到这个 非法搜集这个用户信息啊 你帮他看一遍啊 16条 概括成几个字 就是该收集的你不收集 不该收集的你收集了 就问滴滴服不服 就是解释权啊 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就哪些该收集 哪些不该收集 有晚信办说了算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他里面说了啊 说收集了5000多万条 司机的身份证号码 这也算是非法收集隐私 这个我觉得就理解不了了 为什么呢 你看作为互联网叫车平台 他对这司机 有没有一些这个管理的义务 或者是至少要知情 那就是你们家请个保姆 对吧 或者你们公司招聘员工 你要不要把他的身份证 复印件 身份证号码要记下来 万一出了事 你还要找人呢 跟这个人要对上呢 那作为这个互联网叫车平台 作为上面运营的这个司机 他不要收集人家的身份证号码吗 如果他连身份证号码都不收集 他哪知道在他上面运营的这些司机 是什么人呢 除了是找谁呢 有一阵子不是互联网叫车平台 安全是个问题吗 老有司机啊 对吧 把那些女孩或者什么的发生命案 让社会对这个互联网叫车企业 对他的管理 对他的安全产生质疑 那这些叫车平台 他搜集司机的身份证号码 完全天经地义啊 第二个啊 搜集司机的学历 这也是个过错 这有什么过错呢 那互联网企业啊 叫车平台 他根据司机的学历 作为一个指标 来判断这个司机 素质怎么样 安全不安全 对吧 他内部肯定一个评分机制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利于这个互联网叫车平台啊 这个顾客的安全 等等吧 就这些 我认为是应该收集的 但是呢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说这个是过度收集 涉及用户的因 他这16条内容啊 你如果仔细看一看 有很多是合理的 也有很多是不合理的 罚的对 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啊 网信办重罚这些互联网企业 非罚收集用户的隐私 我认为这个总体上是对的 就应该罚 不罚呀 现在已经互联网行业 形成一种风气了 它就是过度索取你的这个隐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前几天做了一个视频 说了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的 安全性问题 你像滴滴这样的APP 它就输入过度索取 它未必是自己啊 从你的手机里面去调取 这个我记得这个16条里面啊 说了这个滴滴APP啊 调取了这个截屏 还调取了什么 剪贴板里面的内容 等等吧 然后让你授权 让滴滴这APP啊 要去看着你的这个电话簿 等等 实际上这个业务啊 实际上这些信息跟他的这个 所运营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这就是构成了叫过度索取 这个互联网企业都有着毛病 他恨不得把你所有的信息都给你收集了 别管他本质 他的业务是干什么的 他后续就是个卖电影票的 他也恨不得把你所有的信息 家庭情况啊 收入学历啊 住职开几辆车车牌号码 全部给你收集了 包括你的亲属关系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啊 这些APP都有这个倾向 所以万一办 拿这个作为处罚的依据或者理由 重罚滴滴 以尽效尤 对吧 这个警告其他的APP 其他的互联网公司 这个我认为有必要啊 让其他的APP啊 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引以为戒 你收集的信息 跟你主营业务完全相关 对吧 这个信息不给我 我没有办法为你提供服务 那这种信息是可以的 其他的一概不准 向用户索取 或者甚至是自己窃取 这都是不行的 为什么说索取也不行呢 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这个APP啊 这些互联网公司啊 坏得很 他把很多权限加到一起 给你列个长长的清单 下面来个全部同意 总之啊 他就违反人性 就是让你不习惯 你最后呢 点个全部同意是最好的 你要点哪个取消取消啊 反正操作很难 就是违反你的人性嘛 最后大部分人呢 搞不清我这权限是干啥的 也不清楚 所以都是点同意 从这互联网公司来说 你看这都是用户同意的 所以用户维权的时候 很难维权 发现自己的隐私 怎么都泄密了 最后一查 是你自己同意的 你给这些APP的 允许他看的 所以他在这些业务流程中啊 设计了很多陷阱 这个我想大家深有体会啊 安装一个什么APP 或者在网上 对吧 电脑上面安装一个什么东西 总之他给你带一堆 然后你说我只要这个杀毒软件 但是嘛 他给你来40多个东西 一把给你穿装上了 所以从保护消费者隐私角度来说啊 这个网易慢 重罚滴滴 这是应该的 而且对这个 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平台 起到一个警告作用 我相信啊 以后啊 这些互联网公司 可能都要做整改 过度索取这个用户信息 还有这么窃取用户的信息 这些行为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至少这些头部企业 头部平台 他不敢干 因为这个滴滴发了80亿啊 这个例子放在那儿呢 你自己先掂量掂量 你有没有80亿罚款交 所以啊 接下来这些头部互联网企业 加班加点 连夜 开会 研究啊 这个对业务进行整改 无效的信息 对业务没有帮助的信息 统统的不能索取 避嫌呢 接下来我们聊点别的啊 就是说 关于罚款 滴滴这个罚款特殊 因为它是去年出的事 今年才下来啊 结论是今年下来 但是具体的罚款啊 现在经济在下行 各个地方政府啊 房子土地卖不出去 财政收入很紧张 你看 经济下行 那个税收啊肯定少 房子卖不出去 土地财政也少 然后呢 核酸检测 防疫抗疫 大量的支出 地方政府啊 这个窟窿是 地方政府这个财政的窟窿 是越来越大 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来 我看了一下啊 辽宁丹东的 有一家医院 六个月发不出工资了 医院的发不出工资 那得多惨 各地还有公务员减薪 不减薪吧 至少奖金不发了 总之啊 公务员没钱 没钱那怎么办呢 大家都要过日子啊 不能光看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公务员也要吃饭呢 所以接下来啊 各种罚款应用而生 最好你们识相一点 该交罚款自己主动交 这样免得难堪 如果你不识相 那就罚 我看了一下 说青岛某个区啊 财政收入大头是罚款 这挺吓人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 可能越来越严重 各个职能部门 有权部门 纷纷走上街头 去罚款 创收啊 罚款下的钱 好歹能提留一点吧 提留一点 把那个给大家发发奖金 所以接下来这日子 大家就要小心点 避免被罚 搞企业的 小心查你的税 小心超防围经营 工商要查你 小心这个卫生监管部门 卫健委查你 不卫生呢 消防可能也去查你 消防不合格 还有出去唱歌的 也得小心 KTV肯定是重点 照顾对象啊 总之啊 经济下行 大家面临的不仅是失业 不仅是工资下降 可能面临着还有罚款 所以啊 小心谨慎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